勞工部在329青年节前夕公布最新的数据 显示未满30岁劳工平均薪资只有28.9K 而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五层四的青年劳工曾经领过22K 还有超过半数的青年劳工自认为贫穷 这显示相较于求职困难 青年劳工的财务健康度问题更值得关注 台湾的清贫现象备受关注 人力银行业者26号发布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青年劳工在收入财务状况和工作环境上 状况都不甚满意 而在工作志向和理想性方面 约有六成的受访者表示 尚未找到职业方向 约有两成的受访者表示 不喜欢也不满意现在的工作 但仍然有八成三的受访者表示 虽然还没圆猛但仍会继续努力 意味着青年世代虽然没钱而且忧郁 但仍然为实现理想而努力着 会觉得自己的法律知识蛮廉价的 对 所以就没有往这个方面继续求职 后来发现除去法律的背景的话 其实我在每个行业的就是如果我丢 就是其实我没有很加分的条件 就连在传统上被视为谋职优势学系的毕业生 在找到满意的工作上都有困难 要兼顾理想和面包的困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业 但创业往往意味着承担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以及亲友们的质疑和不谅解 因此有创业者提醒 有意创业的人应该在心态上更有耐性 青年族群的求职男值得大家去关注 而他们的财务健康度以及从业理想性 更是关乎到国家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青年世代们如何学以致用 在工作上实现收入和个人成就的平衡 不只考验到个人所累积的学经历经验 也有赖于意志力的展现 UDN TV 叶佳华 杨旭妍 台北报道